贱皮氧味的苹果山药饼 口感软了香甜 营养又好吃 下来准备两根铁柜山药 削去外皮 切成小块 敲好的山药放到盘子里 上锅蒸15分钟 山药蒸好后 趁热把它压成泥 接下来一小把洗净的红枣 大概50克左右 把它切成碎丁 放到山药里 苹果也同样切成碎丁 和山药放一块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糯米粉 把山药和糯米粉搅匀 揉成团 就一小块放到手里 搓成圆形 然后用手压成小饼 铁铛铛 铁铛提前预热刷油 把做好的小饼一次地放入铁铛里 在上面沾上黑芝麻蒸香 烙至表面定型 刷上食用油锁住水费 中小火慢煎 一面煎至金黄 翻过来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至这样金黄色 山药饼就做好了 香甜软糯特别的好吃 很适合天冷肠胃不好消化的朋友 做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做起来 感谢支持